在用所謂的柱形器 也就是說假設我等下用一個案子 就是說 柱形器 就是這個案子嗎 是這個嗎 對 你看一下 他是一個菜飯是不是 他是個菜飯 可是他這個影像是我去跟 我去請他模擬一下 他是以下肢殘肺的程度的影像 給我看 你可不可以注意看一下 他是拐杖先動還是腳先動 我 我再看一下 我再看一下 仔細看一下就知道 你看他不管前進後退 腳先動 腳先動 對對對 腳先動 那如果說你下肢無力 沒辦法正常行走 你應該是柱形劑先動 可是剛剛他拐杜的時候 他忘記了 他的固定劑沒有情況下 他是等於兩腳就正常 哇 你們要 要抓到這麼細 觀察到非常非常細微 對 那以他的情況下 事實上我們都有一些專業上的知識 那他當時是說他腰椎受傷 對不對 去申請理賠 對 但是他說雙下肢癱瘓 他講的是雙下肢癱瘓 因為這樣理賠的金額比較高 對 他可以賠到 如果像雙下肢情況 你這樣子跟我講之後 我就知道美膏在哪裡了 當然不能隨便跟大眾講 但是基本上他這個 這個形狀就是他自己 當時我們在理賠在檢視 他的成費程度情況下 他所給我們的一個影像跟訊息 我們在幾個字幕上